如果調查小組所講的就是彭政生在裡面講的話 都完整的轉給檢察官面前 那這個偵查犯罪的過程 他其實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彭政生講的是 這個程序是異常的 他說200多個案子都是我覺得 只有這個金華城不是我蓋的章 理由是什麼 因為違法 代表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 這個要件夠了 另外一個第二個是什麼 他說就是柯文哲指示要他過 那這個就是誰下的命令 所以這兩塊是關鍵事實 就檢察官在看辦案 图立罪的要件就是明知違背法令 而图他人利益 那明知違背法令這個要件 彭政生就講說我沒有蓋章 200多件都我覺得 就唯獨金華城不是他蓋章 如果照鍾小平議員講的屬實 彭政生在檢察官面前也這樣子講 200多個都有蓋 就只有這個不是我蓋 因為違法 那代表公務員違背法令 副市長都知道違法 市長會不知道嗎 明知違背法令 而图他人利益 構成要件就該當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柯文哲如果到 今天鍾小平轉述彭政生的話 彭政生在偵察庭 如果這樣子講 柯文哲 非常有可能有罪 應該就是說 他的法律責任是難以逃脫的 錢從哪裡來 到底這筆錢 既不是賣房子來的 也不是賣土地來的 那麼錢從哪裡來呢 有沒有可能 是來自於金主呢 跟金華城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現在馬上問您 視訊連線鍾小平 那麼因為今天早上是彭政生第一次到調查小組去針對金華城做說明 到底彭政生說了什麼 馬上為您做視訊連線 小平 是 阿關 我想問一下彭政生在今天第一次到議會接受調查 他到底說了哪些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說第三次的便當會應小微對不對 就是110年的8月那一次 那一次是決定送到那個大會 就是都審大會讓他想辦法通過 而且說照彭政生當PM對不對 第二次是找黃錦茂都發局長當PM 反正第三次最關鍵 他說他沒去 他說他沒去 所以彭政生有沒有參加第三次的便當會呢 沒有他說應小微的三次他一次都沒去 第三次也沒去 你確定嗎 因為媒體都說他有參加 彭政生講 那個當初的什麼 那個報告出來都有對不對 沒有 他說沒有就是沒有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 彭政生有沒有 針對他到底是不是 有特殊任務 或者是不是有被交辦 那麼包括之前 都委會都反對 為什麼後來大轉彎 他有沒有解釋這個部分 有 他說他說他沒蓋的 他不蓋蓋的張都沒蓋 他說這個一定公家對公家 這個整個案子是要由 都發局送到 這個都委會才進行對不對 是 那簡單講都發局送到都委會 他說就是都發局長蓋章了 那換到公務部長蓋章了 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決了 因為他說他200多個案子都他決了 跟客戶的無關 可是這個案子很特殊 第一個客戶的蓋章了 要送到都委會 第二個他沒蓋章 那200多個案子他都蓋章了 為什麼這個案子他不蓋章呢 他不敢蓋嗎 很危險啊 所以他有講嗎 說是因為很危險 他不敢蓋嗎 他沒有講很危險 就是他不要蓋 他知道這個 這個他認為這是不合法的 那柯文哲有沒有針對這個案子 做任何的指示下指導期有嗎 有 他說幾次重要的柯文哲對我指示 有 那指示了什麼 指示 案子要過啊 要讓他過 這個流程要過嘛 他清清楚楚的有談到 柯文哲指示要讓金華城這個案子過嗎 有 有 好 那他有沒有談到 為什麼之前都委會這麼多人反對 那麼後來會出現大轉彎 好他有講 他有交代 三次的專案會議是關鍵之一 對不對 是 好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會議主席 總要找 委員裡面要推個主席 對吧 是 好 然後這個叫 姓周的委員 姓周的委員 然後他就 我說你們主席是你指示 不是 自告奮勇 三次都是姓周的委員自告奮勇 周國成 自告奮勇當主席 所以請檢察官 甄烈被告周國成委員 他在那邊圍那個場子 對 圍那個場子啊 所以周國成 會議的場子 那周國成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扮演他是委員嘛 他扮演的就是撮合的角色 他主動當委員 然後幫姓周國成緩夾等等 好 換句話也就是說 在整場調查會議裡頭 彭正勝並不願扛罪囉 他不願做漁文囉 看得出來 對 他絕對不是漁文 對 他說他 他一輩子奉公說法 他說他 因為這案子他已經死掉 心情不好 滴血 滴血 然後媽媽又中風 老婆又跟姜惠一樣 得暈眩症 他很痛苦 受了五六公斤 對 好有沒有提到黃珊珊的角色 因為三次便當會 之前媒體有報導 黃珊珊都有參加 他們提到黃珊珊的角色 他沒有特別提黃珊珊的角色 可是他 簡單講 他說我第三次沒去 你指定我是PM 對不對 我就連去都沒去 你為什麼要指定我當PM 公務副市長 所以現場只有兩個人做決策 就是柯文哲跟黃珊珊 他不在 第三次 對 好 那會議當中還有其他的重點嗎 或者提出其他的論述 或者他有沒有帶 那我們問他說 你有沒有轉污點證人嘛 對不對 他不願意講污點證人 是個字 他說 實問實答 該講的都跟檢察官報告了 好 換句話就是 他不願意成為余文第二 好 謝謝鍾小平 接受我們的視訊 好 謝謝 這是今天早上 謝謝 第一時間彭震生到議會接受調查 來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現在直指柯文哲 柯文哲有罪的可能性更高了 更高了 為什麼 因為剛才鍾小平議員 因為彭震生不願意扛起來 對 如果調查小組所講的 就是彭震生在裡面講的話 都完整的轉給檢察官面前 那這個偵查犯罪的過程 他其實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彭震生講的是 這個程序是異常的 他說200多個案子都是我覺得 只有這個精華層 不是我蓋的章 理由是什麼 因為違法 代表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 這個要件夠了 另外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他說就是柯文哲指示要他過 那這個就是誰下的命令 所以這兩塊是關鍵事實 就檢察官在看辦案 图立罪的要件就是 明知違背法令 而图他人利益 那明知違背法令 這個要件 彭震生就講說我沒有蓋章 200多件都我覺得 就唯獨精華層 不是他蓋章 如果照鍾小平議員講的屬實 彭震生在檢察官面前 也這樣子講 200多個都有蓋 就只有這個不是我蓋 因為違法 那代表公務員違背法令 副市長都知道違法 市長會不知道嗎 第二個 誰下指示要讓他過的 當然是市長 他已經講了 柯文哲 誰下指示要他過 這樣在調查小組的陳述 原封不蹦 因為前面檢察官 已經傳過這個彭震生了 如果這個證詞在裡面 他兩個身份 一個叫做被告 另外一個叫做證人 就有可能他在裡面 講完他的辯護之詞 自己答辯完之後 檢察官會把他轉一個身份 說你現在是證人 你要去指述說 到底是誰下指示的 他把這一個話 重新再講一遍 就是柯文哲下指示的話 图立罪的被告 當然就是柯文哲 那彭震生在裡面 他想要脫身 所以他說他沒有蓋過章 他知道是違法 沒有蓋過章 如果不是他覺得 當然他有可能脫身 在這一個調查 我覺得今天這個關鍵陳述 如果真的檢察官 我知道這段期間 檢察官找了十幾個 大概十一二個 都是都委會的委員 包括這個宋政麥 宋楚瑜的女兒 為什麼他被傳去很重要 他們調出的會議紀錄裡面 宋政麥在裡面明確指出說 金華城的案子 不符合都更條例 不符合堵開條例 把所有的法律的條文 都跟你講說 這些不符合 白紙黑字留下會議紀錄 對柯文哲的意義是什麼 我看到已經有都審委員 在下面留下會議紀錄說 不符合法律 我明知違背法令 法律要件明知嘛 明知違背法令 而圖他人利益 是監裁院糾正報告 都特別講出 840%的容積率 是違反法定上限的 明知違背法令 而圖他人利益 構成要件就該當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柯文哲如果到 今天中小平 轉述彭正生的話 彭正生在偵察庭 如果這樣子講 柯文哲 非常有可能有罪 應該就是說他的法律責任 是難以逃脫的